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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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剛剛談的是中國的報復 那麼來談談老美的雇妝 老美要雇什麼妝呢 好 我們先來講 拜登又推了一個新的案子 這個案子叫做 電動車稅務補貼案 照理說 大家一定還記得 中國大陸在汽車下鄉 電動車下鄉的時候 那個大漲一波 台灣的汽車股也因為 大陸的下鄉政策而大漲一波 問題是為什麼怪了 拜登要推電動車稅務補貼案 股價卻不漲呢 我們來看新聞 新聞特別談到 美國參議員通過了 通膨消解法案 這是拜登的重大勝利 這個通膨消解法案裡頭 就有談到 要推電動車的稅務補貼 問題是車廠好像不怎麼領情 車廠說 70%的車都領不到 所以你這個餅是看得到吃不到 難怪股價不漲 老師 好 我們來看到 昨天美國參議院 加拜 昨天禮拜天 加班 加班做這個法案 顯然一定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怎麼會有辦法 讓這些國會議員 加班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個非常激烈 原本是50票對50票 參議員一共100票 所以副總統賀錦麗跳進去 所以民主黨才贏了 可見這個法案對民主黨非常非常重要 不計代價一定要讓它過 好 可是問題是 就如剛剛阿關說的 大家好像不太領情 因為如果你看到今天 這個美股的電子盤 盤前好像美股也沒有什麼慶祝行企 也是普通娘 所以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到底內容是什麼 整個法案的總金額大概在4370億 內容其實包含很多 那電量車這一次最大的一個力度就是 以前都只有新車才補貼 這一次二手車也可以補貼4000美金 聽起來很好對不對 等一下跟你想其中的貓咪 好 再來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一次最大的一塊 其實就是這一塊 能源的部分 這個綠能的部分 補貼最多高達3691 那項目很多 基本上就是不管是企業也好 民間也好 只要你去做這些綠能相關的設備 我都補助你 譬如說我們就以家庭來說好了 你可以加裝太陽能的屋頂 或者是加裝風能 或是加裝太陽能的熱水區 不管 反正你能夠節能的 我通通都給你減稅 再來就是 對中低收入戶 美國以前都有所謂的能源稅 不管你是誰 這一次中低收入戶的能源稅 也要減稅 所以這是整體我們看到稅的問題 好 那大家可能更關心 其實就是電動車 剛才官員講到 車廠都跳出來說 其實70%的車都領不到 為什麼 我們去看特斯拉 因為美國最大的車廠 是特斯拉 我們請富空敲敲特斯拉的股價 如果它有效 特斯拉就漲了 沒錯 因為是最大件的 那在美國試占最高的特斯拉 如果這個補貼對它有效 有幫助 股價第一個漲的 應該是它不是嗎 好 那問題是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電動 電動車的這個減稅方案 我倒不如說是特斯拉排外條款 排除條款 我覺得根本就是衝著你特斯拉 就是不讓你拿得到 為什麼 第一個就跟你講 我的車都要在美國生產也就算了 我連裡面電池所用到的 鋰金屬跟鋰金屬都要求 一定要美國的 再不然就是什麼 美國往來的自由貿易夥伴國家的 這個才可以 那請問特斯拉 那我們算對不對 我們算嗎 對 我們沒有念也沒有理 問題是它用您的時代的電池 這就是關鍵 問題是它在上海的Super工廠做的 這就是問題 那都拿不到 所以特斯拉 我就對我剛剛說 這根本就是特斯拉的排除條款 特斯拉手上拿不到 還不只這樣子 我們剛剛說 好 這個補助的方案 針對這個二手車也補助 可是它訂的是低收入戶才可以享受這個補助 多低30萬美金的家庭年所得 注意喔 在原本在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補貼方案 以前的標準都是訂80萬年所得 全家庭80萬美金的年所得 現在居然低到30萬以下 你才能夠領這個所得 那不就意味著很多人領不到了 雖然說它對應的 以前是由每一家車廠20萬台的上限 就是我一共補助你最多20萬台 這次拿掉了 問題是門檻變得更高了 你要能夠拿到補助的人變少了 這次又是一個大問題 好 而且再來就告訴你說 明年就要開始實施喔 所以一堆車廠跳出來說 我以前一大堆零組件都跟中國買 我甚至在中國組裝過來 聽我說你明年就要開始實施 所以跟阿官說70%領不到 那個還很樂觀喔 現在美國的汽車創新聯盟他們估 明年大概只有1.1萬輛電動車領得到 1.1萬輛在美國 電動車的年效量大概2%到3% 簡單來講就是 加班喔 加班通過的法案 竟然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餅 對 所以反應在市場上 都可以包了一包好了 反應在市場上 我們剛剛講特斯拉最直接 上禮拜五就跌給你看 跌了6.63%大跌 在這之前特斯拉其實已經連漲了好幾天 結果昨天居然大跌 所以顯然的 第一個我們剛剛說 特斯拉基本上 根本就幾乎都不符合規定 只要你買特斯拉車 基本上你幾乎都拿不到補助的 這是第一點 那特斯拉的問題就這樣子 第二個 美國加州的車輛管理局 出來指控說你特斯拉 這個廣告不死 你老是說你的自駕車多厲害 結果美國加州有270件的 這個自駕車的車禍裡面 七成都是特斯拉的車子 而且有17件是那種 最有問題要特別調查的 也通通都是特斯拉的車子 所以最壞的情況是 美國加州限制特斯拉 不准在加州賣 但我說是這是最壞的情況 他的工廠在加州 這問題就很大了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歐洲上半年的電動車銷量 結果特斯拉的市占率 又往下掉了一名 福斯一直都是第一名 沒有問題 我說的是歐洲 可是現在斯特蘭迪斯 也超過特斯拉 已經變成第二名了 而且光整個上半年 他在歐洲的銷量多了特斯拉 大概將近3萬輛 其實贏很多不是贏一點點 就是一個是10萬多 一個是7萬多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這特斯拉的問題 這是在歐洲 對 那你說歐洲我被福斯打敗就算了 他在美國本土 福特也不可小覷 沒錯 我們在之前已經講過很多次 福特的相關的新聞了 我們就看到最直接 你的業績到底怎麼樣 7月份才爆 福特出來下下降 整個他的汽車就是油車加電車 年增37% 要注意到 一樣7月份 美國的汽車銷量是負的 是衰退10.5% 結果福特是年增37% 你就知道這個市場 一搶一落差多少 如果我們只看電動車 福特的電動車 7月份也年增了多少 169% 怕死人 所以福特的電動車 雖然還是輸給特斯拉 但是市占率已經來到將近11% 好 而且福特現在也有一個大動作 它最經典的這個 這個野馬的電動車版 要在中國生產 好 那當然 這個當然是for中國 那中國其實也我們以前講過 這個汽車下鄉 所以他就為中國量身地製 一個低價版的野馬車 因為他們30萬 30萬人民幣以下才可以補助 所以他就故意出20幾萬的 來拿中國的補助 好 所以說到汽車概念股 我們一定要特別談一下 台灣今天有一檔個股 打到跌停板 大家嚇了一跳 這檔個股是中華汽車 那大家就在問 為什麼中華汽車會打到跌停板呢 搞了半天跟軍演有關 所以因為軍演之後 零件進不來 零件進不來之後 我們也沒辦法出車 所以中華車竟然一早 一開盤就是開跌停板 其實也不是只有中華車 今天玉龍也不好 然後和泰車其實也不怎麼樣 原因就阿冠說的 第一個理由就是因為軍演 那你說軍演跟這有什麼關係 因為有三層左右的 我們的國產車零件 是從中國過來的 那出不來 那現在就過不來了 你少了三層零件 你說這車子你要怎麼辦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那更大的問題 其實還不是軍演 軍演還稍微一點事情 更大問題是 因為剛剛說的 不管是中華車 玉龍車還是和泰車 都有轉投資產險 那產險大家知道 這次都踩到防疫保單的雷 新安東京很慘 對 新安東京很慘 那和泰所轉投資的和泰產險也很慘 和泰之前還說他要賣大樓來賠了 所以現在上半年大家都開始任列虧損 所以為什麼你說今天為什麼車今天這麼差 因為告訴你 玉龍上半年虧損18.13億 中華車虧損更多將近41億 所以中華車今天為什麼跌停 和泰車還沒有公佈第二季財報 但是和泰車也說了 趕快 只是數字還沒有出來 而且這三家車廠都跟你說 我們一定要把產險撐住 所以我們還要去再一次的爭資 所以你就知道 車廠的問題真的很大 好 這次的防疫保單 產險真的是虧大了 我們進古科大夫帶我們來看 那麼汽車概念的股 電動車概念的股 現在應該怎麼操作 可以看到 在整個電動車的部分 玉龍跟中華車今天是跌停 然後幾乎快要鎖死 中華車是鎖死 我覺得這個建議在等個三到四天 玉龍沒有啦 玉龍是開低 開低 打到跌停 建議這個是 那留一個下影線 對 等到三到四天 直穩不再破低的狀況下 再慢慢的去進場 我覺得這個防疫保單 這剛出來 看到金融業的狀況也是一樣 我覺得第二季的季報 還會對它有這樣子一個影響 所以這兩黨建議先觀望一下 那核胎車狀況也是 因為它的這個 上升趨勢線 對 虧損還沒有認列 那如果認一出來的話 這個趨勢線再破的話 那可能也會跟前面兩黨 有這樣同樣的狀況 我們也不知道核胎車到底 這一次防疫保單要賠多少 還是個未知數 建議這個就先暫時不要去介紹 所以這三黨 因為都受到防疫保單的影響 玉龍 中華車 核胎車要小心 要小心 先避開 下面是電動車對不對 對 下面電動車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825的蓬城 今天的這個盤中非常強勢 那一根紅棒 有這樣子突破前面一個 區間的這個跡象 那目前在主體當中 其實如果有拉回的話 只要這個紅棒的低檔不破 是可以去嘗試偏多的 那另外5243的乙勝 那鴻海即將到8月10號 要舉行法說會了 那也可以看到乙勝在電動車裡面 要相對強勢 那這個上升趨勢線 也是呈現一個持續往上 那目前在一個量縮拉回的狀況 那可以看到今天也是稍微 在收盤的時候有些表態 那如果其實未來這個缺口 可以補的話 那應該有機會再重回 這樣一個上升軌道 那包括其實鴻海 第四季的這個電動車 應該也是重頭戲 那我覺得在鴻加軍裡面 以身的部分可以多加注一下 那另外在電池部分 康普也是 那逐漸在呈現一個打底 這樣子一個型態 那目前是呈現一個持續量縮 那我覺得其實量縮到一個機制之後 只要量能再稍微出現一些 可以突破這樣10日均量的話 那股價就有機會再往上 有一波的這個漲勢 好 裁護一下 今天中華車和玉龍好慘喔 我們應該要危機入市嗎 要不去搶盾還是先避開 面對中華車和玉龍 因為我們知道 之前踩到雷的像潤泰集團 也是因為南山人士踩到雷 它其實就跌停了兩天之後 就打開了 所以我不知道像這一次的中華車 玉龍和泰車 是不是明天如果再跌一根就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進去搶短 假設明天又重挫又跌停 能不能進場搶短 認為可以的請舉圈 好 我們看到 1 2 3票圈 2票差 來 音樂 我比較勇敢一點 因為我覺得玉龍 不用等第二根嗎 還是至少要開 玉龍明天有開地 我覺得是可以直接做 明天開地就可以買 因為玉龍到後面應該是要看 他跟鴻海這個電動車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覺得10月份的時候 鴻海會發表的話 那玉龍其實呢 如果有急殺下來 我覺得是很好的機會 明天如果開地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帶你來看的是 7月成長股 照理說業績不錯 但是股價不一定業績不錯就會漲 虎連雖然創新高 但是我們看到精巧打到跌停板 所以業績好 還要看它股價反應過了沒有 比如說像工業電腦 最近太強了 也漲太多了 也許股價已經先過反應了 先做過反應了 如果前面已經漲一段 那現在公告之後 它不是往上 它是往下 是不是利多出進 對 就有點像利多出進的味道 像今天的這個6133的金橋 它就是這樣子 它也是跟這個 所謂的網通設備有關係 但是今天股價就上不太去 那第二個就在於說 如果說是比較屬於 大家沒聽過的 是屬於那種 比較偏主力型態的個股的話 那它前面有先漲一段 可是幅度不是很明顯 但它已經至少在業績公布 前一天是大漲的 那這種也要小心 像今天的雨漬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要小心 對 因為這個比較 大家沒有聽過 那大家比較有聽過的 但是目前來講說 股價型態還沒有大漲特漲的 那業績公告 那就會有機會 像這個車用連接線的 湖連 公告今天就上來了 你看它整理了一段時間 對 整理一段時間 那公布這利多 它就會有機會去做反應 那彭稱也是一樣 整理一段時間 整理一段時間 公告這個營收不錯 它就有機會上來 那這個星權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看它前面沒什麼漲到 這個我記得好像上個禮拜 冠軍操板手 他有講果然厲害 這個難怪他最近又換了一台車子 爆他了 好 股價也上來 這個也是 它是汽車控 對 它汽車控 因為今年 這星權來講的話 它的EPS應該可以達到六塊 我是滿認同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 應該還有機會再往上墊高 那太極的部分 是比較偏向碳化系 車用這個區塊 那最近來講 它應該是走一個轉機題材 雖然說它目前來講 獲利還沒有很好 但是業績可以年增113%的話 代表說這個地方 應該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後續來講的話 我覺得太極 後續是可以 持續做一個追蹤的 簡單來講就是業績好 你要看股價反應過了沒有 如果業績好股價沒有反應 就有機會反應 如果之前已經反應過了 那小心利多出鏡 請回家 請回家 感谢观看